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时间没有带走那份彼此的真诚和爱意 却不知打败真心的从来都不是时间 而是日渐冷却的热情 今天依然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依然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永远是相互的 作家王晨曾说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能在人海里遇到彼此 已是很不可思议 茫茫人海能够遇到真心相待的人 愿意向你倾诉 时刻为你着想 这份情意珍贵而厚重 遗憾的是 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份在乎 忘记去珍惜 把关心当成了唠叨 把等待变成了失望 把满心欢喜变成了不欢而散 敷衍一个真心待你的人 最后的结果令人心疼 敷衍失去了真心 前不久 闺蜜小金告诉我 她和相恋六年的男友 刘峰分手了 我觉得很可惜 从刚相恋时的形影不离 到后来的各忙各的 我见证了他们的幸福甜蜜 也看过两个人 彼此的冷漠敷衍 刚在一起的时候 刘峰总会买很多好吃的 在宿舍楼下等小金 会早早跑到自习室 站好两个人的位置 可时间慢慢地走 好像也把这份热情 和呵护带走了 约定一起考博 刘峰却连续几天都未出现 说好一起吃晚饭 她也总是各种理由 消失不见 小金选好的衬衫和鞋子 她也常常放在一边 刘峰过生日 小金准备了很久 带着蛋糕和礼物 去为她庆祝 可她整个上午 都没说一句话 一直打着游戏 忙着升级 小金在电话里 哭着和我说 我满心期待地为她制造惊喜 而她却视而不见 毫不在意 刘峰的冷落 伤透了小金的心 纵然不舍 但已不再值得 如果敷衍成了习惯 爱又该何处安放 心里从未期望过分开 可敷衍早已成为了真心的阻碍 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喜欢我 我将卸下防备迎接你的爱意 如果你又没那么喜欢我 我将会重新穿起我的层层保护壳 的确 彼此之间 唯有用真心去换 才能饱满鲜活 经不起试探 更经不起敷衍 我们都曾羡慕或感动于老夫妻之间的 在乎和缠服 因为时间没有带走 那份彼此的真诚和爱意 你真心待我 我也定不负你 你奔我而来 我又怎能让你输 打败真心的 从来都不是时间 而是日渐冷却的热情 付出得不到回应 真心得不到珍藏 当炙热的心 总是被放得冰凉 即使空气中满是温暖 也换不来应非草长 敷衍淡漠了情意 有人说 我赠你三月春光 你与我四月桃花 世间真情能成存 漠不因此 世间无论怎样的关系 工作伙伴 亦获知心朋友 想要长久地走下去 都离不开 以真心换真心 李文和王超 大学毕业 就进到同一家公司工作 两人平时很要好 还在同一个小区 做了邻居 既是老同学 又是好同事 这样的关系 让李文格外珍惜 家里煮好了饺子 总是多带出一份 给孩子买礼物 也总是惦记着 王超的女儿 公司里的各项活动 也常常不分早晚 帮着出谋划策 王超接受着 这样的照顾和帮助 时间久了 便觉得理所当然 而他的敷衍和冷漠 则亲手 将两个人的情意阻隔 李文出差要的报表 他迟迟未发 拖了又拖 答应好接孩子放学 他却因为酒局而错过 相约全家一起旅行 他总是在临行前推脱 一个人付出 一个人糊涂 一个人在乎 一个人马虎 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永远是相互的 没有人会不计较得失的付出 也没有人愿意 自己的在乎 换来的却是敷衍的态度 有句话说得好 无论何时何地 你若对我真心坦诚 我便还你全心全意 你若对我取一逢赢 试试玩套路 那么我也会收起 最初的热情 不再给予信任 我们一生会遇到无数人 很多都是擦肩而过 但也总有几个人 愿意停下来 对我们表达善意 而我们也永远 不要让敷衍 淡漠了朋友间 那置身的情谊 真挚的感情里 没有比较和算计 也没有隐瞒和顾虑 彼此的支持中 都是真心的理解 核对更好的期待 你是我的坚强后盾 我是你的披风铠甲 敷衍辜负了惦念 劳拉丹恩曾在 奥斯卡颁奖礼上说 有人说 英雄是你永远 也遇不上的人 但如果你足够幸运 他们会是你的父母 人的一生会拥有 很多种情感和关系 但唯独和父母之间的感情 不用刻意去维系 因为爸爸妈妈的爱 从来都毫无理由 也不计回报 在一次培训中 老师和我们分享了 他和母亲之间的一段故事 年轻的时候 为了事业的发展 他每天忙碌 穿梭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母亲从不干涉 也不多说什么 只是求他 在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 都发一条信息回来 可他觉得 根本没有必要 就和母亲说 如果我真的有事 你总会知道 母亲听完 抱了一下他说 等你成为妈妈 你就会明白 我现在的心情 时隔多年 当老师以为人父母 终于理解到 母亲的爱有多深 她的牵挂和不舍 便有多长 当母亲病逝 回想过去种种 老师懊悔 没有好好珍惜 母亲的真心与关切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好好道别 她的眼里 都是敷衍母亲的自责 不觉间 以泪流满面 原来没有哪一种牵挂 不耗费时间与精力 只有由衷的爱 才能延伸出 时时刻刻的惦记 下雨天告诉你带伞 降温了 提醒你多穿 深夜了 催着你赶快去睡 父母的惦记 在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里 而我们却常常 只是一句 你烦不烦啊 便转身离去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殊不知 最让我们毫无察觉的 就是逝去的时光 多给父母一点 体谅与关心 别让自己后悔 也别让这份惦念 换来的只是敷衍 父母对孩子 哪有什么要求 他们最大的愿望不过是 有孩子作伴 凑一桌吃饭 讲讲废话 把最真实的生活过完 生命来来往往 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预见 但只有真诚地对待 每一份感情 才会让彼此走近 不再疏离 也才会让关系长久 相互珍惜 真心真意付出 最怕换来毫不在乎 无论是爱人的疼惜 朋友的支持 父母的惦记 都是我们生命里 最真的善意 希望我们都能 妥善珍藏这份真心 不让淡漠和耽搁 成为自己后悔的曾经 真诚对待每一份感情 不辜负 不敷衍 和真心相待的人 一起前行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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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